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今天的重點就是在用這個影片剪輯 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錄教學的部分 但是其實有很多的課程的話 其實也需要怎麼樣 需要做錄影的啊 那上禮拜呢我們有用手機來做錄影 還記得嗎 有的如果同學有來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試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如果你要做錄影 這個應該說做影片剪輯之前要準備的幾個 第一個當然要適當的軟硬體啦 原則上現在手機大家很方便 所以應該用手機啦相機啦這些都可以 當然他們比較適合做短的 不太適合做就是比較長時間的 長時間的可能就還是需要用一般的 像TV然後監視系統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做 那麼你準備好之後要做影片 就要收集一些素材對不對 包括了我們的 你可能要準備哪些影片啊 照片啊 那有沒有需要做配音的 或者是搭上音樂的 音樂有沒有免費素材 有喔 音樂也有免費素材 那麼 你收集好這些之後 有可能這些素材需要怎麼樣 做一些轉換 做一些轉換 比如說 我的影片 假設你是用VV錄的 哇長安好大 然後呢 電腦又不能直接存取的時候 可能就需要做一些什麼 轉換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像我們剛剛 欸我把這個影片把它錄下來了 可是 我有多錄了 某些段落 是不是就有可能需要做一些剪接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大致上在做 影片之前呢 你需要做一些前置動作 那麼剛剛呢 我們為什麼要先測驗一下大家 影片的那個姿勢 因為呢 你還是要了解一下 你看我們一般的 VCD DVD跟HD 我們先看看 VCD的規格 請問 以現在的角度來看 有沒有覺得還蠻小的 三五二四零的 可是在我大學的時代 要播VCD 還要加一片影像加速卡 哈哈 電腦才可以很順暢播放欸 所以時代在進步 那你看 DVD 是多少 720x480 也不大嘛 可是我們看很明顯 DVD畫質是比較好 比較好一點 那 最重要的是 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有分 以一般所謂的傳播來講的話 在 美規叫NTSC 歐規叫PL 那 還有以前的那個 就是 蘇聯的 那 我們往下看 齁 台灣用的是哪一種 當然我們主要就是跟美國走 齁 所以就是用美規的 齁 那麼 你看到我們HD HD有分 我們剛剛提到的 720p 有沒有 1080p 這就是高度嘛 齁 一般是高度齁 齁 大致上 你這樣是不是就比較了解了 齁 齁 那 比較詳細規格 那個倒還好 齁 至少你這些影片的 基本的比較常見的影片尺寸 你必須要稍微知道一下 那麼我們再往下走 比較常見的影音的格式有哪些 這些應該大多數大家都有看過 比如說AVI對不對 AVI沒有問題 大家一定都看過 MPEG MOV是哪一個的 蘋果的對不對 QuetTime Player的 齁 他也是 那網路上其實目前 比較常見的應該是MV4 沒錯吧 所以 很多影片他都是用MV4的方式 那WMV 這個是微軟的 好微軟的齁 另外呢 這幾個應該還有 RAGE呢 現在比較不行了 RAGE慢慢已經比較不行了齁 然後最後呢 現在因為網頁的格式 已經慢慢的轉換成什麼HTML5 所以說 現在HTML5資源的影片格式什麼 WebM啦 OGG啦 他有一些比較 另外又一些比較特殊格式的 欸又出來了 所以如果萬利品的電腦 或者是影片剪接的軟體 他沒辦法辨識這些格式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就會需要一些什麼 轉檔 或者是安裝這種叫做 萬用影片解碼器 編碼或解碼器 因為這樣可以讓你的什麼 電腦認識比較多的影音格式 好 認識比較多影音格式 那這些軟體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軟體的話呢 你可以從我們右手邊這裡 檔案這裡 上面這個三角形 你可以按一下 有沒有就跑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 黑light callpad就是這個 當然其實這只是其中一個啦 只是其中一個 因為我們在那個網路上有很多 幫我們把這些 不同的編碼的或解碼的方法 把它怎麼樣 收集在一起 所以有非常多種 非常多種 這只是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齁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有時候可能還需要做轉檔 但我後面還要再做一下介紹 那麼我們一般的影片的剪接的流程 大致上是像這樣 比較好的啦 一定是要做什麼 腳本習慣 跟各位平常在寫報告一樣 要先醞釀一下 要先想好 先想好再來做比較不會 永遠沒有結束的一天 好 那麼拍片的時候呢 如果你要很正式的 很正式的 最好 最好其實 比如說你看我們現在 雖然是電腦教室 但是這個燈光相對還是不太夠 還是不太夠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這邊 給您看一下我們在這裡 可以 呃 常常因為現在 我們那個攝影機正在用 所以這裡就會看得到 我就 呃 這樣不行 這樣好了 在這邊有沒有 看到這裡 我就把它稍微轉過來 因為我們待會呢 會用到那個 綠幕跟藍幕嘛 像我現在拉過來有沒有 所以你這樣看起來很小 反正待會 回去的時候 這個看的時候 會有用到 我們現在這樣 這樣的話呢 其實這個燈光 上面這樣的燈光其實還是不太夠 還是不太夠的 一般至少都會有三盞燈光 在攝影盆 我們一般講的攝影盆 至少會有三盞燈光 會把我們的這個木 比較平均的把它怎麼樣 打亮 這樣我們待會再做 待會再做去背的時候 效果會比較好 效果會比較好 OK 所以這個是 先簡單講一下 那麼 如果你是外景的 就是比如說是一般活動的啦 那我們可能就會有 就是需要另外 另外做收音效果會最好 有沒有看過 人家出那個外景節目 常常一根有沒有 常常一根那個收音的會下來 或者是他一定會別一個麥 在主持人上面 為什麼 不然收音的時候 如果說你講話他講話 大家都一起錄啊 那主持人的聲音 不可能永遠都是最大的 對吧 OK 所以這個是 如果說你要真的比較專業的 我們就需要像這樣子 那麼後製的部分 其實我們 包括會生會員 OA導演 這些呢 Premiere之類的 我們都在做後製 後製主要是做什麼 包括呢 做剪接 一定會多拍嘛 那拍完了之後來做剪 再來呢 我們做一些所謂的動畫或特效 加強一下 最後呢 再把它加上聲音 或者是配上音樂 這樣是比較 整體上會比什麼 單純的只有錄下來 還好一點吧 所以以前我們在那個 各位可能現在還沒有遇到 等到你們畢業之後 可能一段幾年之後呢 開始就會慢慢收到紅色炸彈 哈哈 有人結婚啊 對不對 那有些同學可能就會喜歡放這樣拍啊 可是像我們來講的話 我就會發現 很多人都喜歡方便拍 但是怎麼樣 不太喜歡放 不要做後製 因為後製好麻煩 哈哈 你要剪啊 要幹嘛的 尤其以前影片檔很大的話 大家都不太喜歡拍 現在雖然是 手機很方便 但是 你要做比較精彩的 還是要編輯一下 對不對 好 所以 最後呢 你再把它怎麼樣 做輸出 那你可以做成就是有一般的這樣 也可以以前還可以到就是 錄回攝影機裡面 就保存在那個帶子裡面 好 那現在呢 我相信應該絕大多數人 大部分都是這個比較多 對 放到網路上 不管是有公開或沒公開 好 現在做成DVD的是相對少一點點 慢慢的光碟片還是就是市場 所以你看 光碟片 很多都告訴你說怎麼樣 可以保存百年有沒有 結果他根本就活不賴百歲 活不賴百歲就消失了 這樣很討厭對不對 好 OK 這樣對這個流程有沒有 稍微有點概念了 有點概念了 那麼 這幾個拍的方法 我想應該就還好 我就先把它越過囉 拍攝的方式 幾個這種拍攝方式 所以我就先跳過去了 先不管他 沒關係 反正現在大家都很會拍 好 那麼 如果說呢 這個網站 我們上次上禮拜有介紹過 如果說你要的影片 因為有時候 除了我們現場拍的以外 你很像 你會在網路上找一些影片 來把它下載下來 或者甚至你想要一些音樂 那麼我們比較建議的呢 各位是用這個 PEGGO這個網站 你只要把 比如說我們YouTube的網址 假設這段你要 好 我們到這個網址 PEGGO.7喔 你就直接把網址貼上去 那你就可以選擇 你是要下載影片 還是要把聲音把它抓下來 好 那如果是影片的話呢 你看這個4K的 它可以選擇 有沒有到1080 對 或者是低的 那麼如果你是聲音的話呢 就變成MP3 可是呢 聲音它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可以做剪接 直接在線上剪接就好了 剪完了 按下載 就直接是MP3 你就不用再做轉檔 這是上禮拜我們提到的 好 所以這個呢 也順便再跟各位提一下 好 推銷了 來 好 這個是線上的已經轉檔 那當然其實如果你真的要下載比較多的 我就會建議各位你可以用這個 火屋BioBus的這個附加元件 叫Dunload Health 這個可能相對方便一點 好 如果說你要下載比較多一點 好 比較多一點的 那這個的話應該是 更快一些 但是偶爾用的 我覺得用那個PEGGO就夠了 那麼 剛剛有提到 如果你電腦裡面的影片 你不認得的 裝了 適當的解碼器 編碼器 那麼如果你有需要做轉檔 大致上可以用像這種 叫格式工廠 啊 或者是我們另外一套 這個叫做 Exmedia Record 好 這個也可以 那這兩套軟體呢 我都有放在右手邊這邊 我們的檔案裡面 有看到一個 格式工廠 一個 Exmedia Record 好都在這裡 所以如果各位有需要可以下載 這兩個不用安裝 好的 一樣這打開就可以用了 這打開就可以用了 好 所以 大致上我把我們基本的那個 稍微講解一下 那線上我們今天就先不談了 就先不談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 打開我們的威力導演 直接來玩看看囉 好不好 所以我們先把那個流程 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齁